大家好 我是聶Sir 首先我們看看上午恆指的表現 恆指現在報在29,434點 跌了724點 成交金額到1539億 今天表現是低開後跌幅擴大 值得留意昨天大市的表現相對上凌厲 但始終在北水來說 未曾去到上星期二和星期三的強勢狀態 在三千億港元或以上 暫時未去到 昨天是二千八百多億 似乎北水是否真的可以維持在這麼強 就是埋近三千億還是有一個回落的跡象 我自己傾向看可能逐步回落的機會 就會比較大一點 所以後市暫時未必適宜看得太樂觀 如果去看昨天的高位是30,191點 到底這個位置算不算是很高的水平呢? 當然如果去看一百年那些強勢位置的時候 當然暫時未到 如果你看一百年一月的時候 恒指曾經去過33,484點 對比以30,000點來計算 似乎還有三千多點的潛在升幅 但前提方面就是到底北水是否頂得順 所以我稍微看得是保守一點點 可能今個星期四是期結的 變成在整體大市的格局 傾向一個上落市的機會比較大一點 暫時來說可能傾向在29,100到29,800點之間 整顧相對上的機會比較大一點 如果見到北水進一步再流入的時候 可能會比較強勢一點 但暫時去看的時候 可能未必真的有一個這麼吸引的狀況 真的可以保持得到恒指 可能有些市場有些人士去看 有機會去到31,000點 甚或是32,000點這些位置的時候 我自己看就未必是這麼樂觀 可能如果就算升的時候 密切留意30,280點 這個位置就比較重要 為何會看這個呢 這個就是在2018年的時候相對上高的稅平 突破了的時候才有機會再看高一點 真的看31,000點 所以暫時後市來說 就不適宜看得太過樂觀 可以看得相對上回到保守一點點 我自己覺得比較安全一點 另外我們去看的時候 可以去留意就是這個快手 快手是今日開始招股的 截到中午來說 看那個孖展的營購率來說 就埋近40倍 相對上來說 數據未必反映到那個實情 因為如果看回國際配售 今早早就已經捉了牙 甚或是有些消息指向 可能是有機會的狀況來說 有可能是一個提前截止營購的 如果真的提前截止營購的時候 比較大的可能性就會在明天收了市後 就會去截止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去營購的時候 就真的好像他的名字一樣 就要快手一點去做 暫時去看的時候 似乎在那個部署方面 如果真的要穩重一手 可能就未必真的營購這麼少可以做得到 因為之前看回醫道科技的時候 那個營購率去到超過1100倍 這個股份以一手來說 如果你要營購來穩重一手 是需要營購200手才穩重一手 現在看來那個熱度來說 應該快手就更加厲害 所以暫時去看的時候 就不排除要營購220到250手 就出現到那個機會 就會比較大一點 所以大家在這個方面都要去留意一下 即是你去營購的時候 到底那個財力方面是如何 我自己看的時候 應該比較上是理想一些 可能就是整家大小 用一個一手的形式 來入籍多份來營購的時候 相對上就會比較化算一些 因為同樣看快手來做一個安排的時候 如果你看回醫道科技來看 如果用九成的孖展 當時來抽的話 那個上市價對比它的升幅來說 起碼要升到六成半到七成才圍堵 換句話來說 如果有些人又在快手搏一個頭除非 在月早做一個最大的營救的時候 可能有個心理準備 有機會又是有一個這樣的情況 要寄望到快手真的升到六七成才有機會圍堵 我覺得這個安排就不是真的太划算 那先回答一下觀眾的問題 有觀眾問到阿里巴巴 多少錢入會比較好一點 阿里巴巴當然如果跟騰訊做比較的時候 股價明顯地是訊息的 但如果你說去入市的時候 上午現在收到253.8這個位置 我覺得這個位置未必是相當吸引的位置 如果我們去參考上年11月到12月中的時候 曾經有三次低位在245元這個位置 距離現在253.8都不到差距是10元 我覺得對於一些謹慎的投資者來說 不妨可以等那個股價 譬如是落回去248元 甚或是245元的時候 才去做一個買入 就會比較安全一點 暫時來說可能那個潛在升幅 都未必真的那麼吸引 看回1月20號的時候 高位是270元 變成有個心理準備 可能比較多的時間都是談到一個橫行的格局 就是會在250-270元之間有一個整股 變成就不需要太過心急入市 可以真的等在248元或以下 才考慮入市比較適合 另外有人問 是騰訊和美團 到底入哪一隻就會比較好 兩隻股份近期都是比較強勢 如果你說在ATMXJ五隻股份裏面 這兩隻比其他三隻比較強勢 尤其是當恆指升得比較凌厲的時候 譬如昨天又或者是上個星期的時候 升勢比較凌厲的話 這兩隻就飆了上來 騰訊上午收是717.5元 如果你說去入市的時候 可能再看定一點就會比較穩陣一點 因為如果你說恆指已經是上午收的時候 收低於29,500點的位置 不排除就真的好像我剛才說的時候 就差不多是落到29,100點 這些位置相對上的支持度才會大一點 所以按這個向導來看 騰訊其實不排除會去失手700元這個位置 我覺得比較適合一些可以不妨等690元到695元之間 才考慮吸納 一個月的目標價可以上網是740元到750元的位置 至於美團來說 美團今天都是比較弱小一些 跌了超過6.5% 上午收報時是373.6元 這個位置我亦都覺得未必適合入市 暫時去看不妨可以多看一兩個交易人 看看股價有沒有機會 就落回去介乎355-360元之間才考慮吸納 至於上網來說都有心理準備 未必有很大的潛力的升幅 400元這些位置的阻力相對上會比較大一點 另外有人問9923 9923就是儀卡 儀卡近期來說都是有消息 獲得一些大行來增持 另外花期也是上調了目標價 去到89元這些位置 今天上午收是78.85元 我自己看的時候 因為近期都升得比較急一點 只是由上星期五開始到現在的時候 本身是由低於60元升到上來 現在就78元這些位置 加上升了超過20元 回吐的壓力我覺得會比較大一點 比較上穩陣一點 去買入的話 可能就等股價回到73-75元之間才買入 會比較好一點 至於上網上留意80元這些位置的阻力會偏向上是大的 另外就是中移動 中移動的勢相當之弱 看過去的六個交易日都出陰燭 一直回落 暫時去看的時候 我覺得股價可以留意 看看最近這兩個交易日收不收得45元 如果它收不住45元的話 下一個的支持位是在40-42元之間 所以有貨的朋友就留意 如果是失手45元 你又不想收的話 那就先沽了貨 就會比較好一點 最後回答多一條 就是這個1675 1675就是阿信科技 阿信科技來說 上週的位置收回是11.76 看回一月中的時候 股價就接近10元這些位置去彈上來 即是說現在都升了又是一成多些 都接近兩成的位置 技術商去看的時候 似乎都是跟隨著大市的表現 今天那個價格是一個高開但低走的 都會看到如果市是弱的時候 那個獲利盤出現會比較多些 暫時去看的時候 11元這些位置才傾向上有支持 至於上網來說 可以留意12.5-13元之間 阻力偏向上是大的 今天就先講到這裡 下次有機會再見的時候 再跟大家解答一些問題 拜拜